如果我单位有那种 有宣传册或者是印刷品出来 我也会拿回家跟她说 你不是不知道什么是艾滋病吗 你不是不知道什么什么问题吗 你看这个好了 或者电视上有节目谈到 我会特意打电话过去说 你听一下这个 这个挺好的 然后我妈也会听 听完她也会跟我又讨论 我爸妈就是对这个事 我觉得她很中立 她就觉得我的孩子是这样 我也不会很特意让别人知道 我也不会隐瞒 如果有人问我会承认 如果没有人问我也不会说 父母接受她孩子 这些成员里边有文化非常低的 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 但是我接触的一些 打电话来求助的 说她的父母是大学教授 高级官员 他们也完全不接受 他们不一定是说 不知道这个知识 而是他们从面子上 他觉得说不过去 所以他宁愿 他说我就算知道你是同性恋 但是你能不能为了家族 为了父母的面子 为了家族的利益 你放弃掉你这个同性恋的爱好 你改变一下 你去做一个异性恋 是这样的 它不是说文化高就一定能够有好的态度 从那个2008年8月29日开通了热线以后呢 就一直都坚持每个星期 135的晚上10点到凌晨的1点 接听都是我一个人在接 因为暂时也没有办公室 所以就等于是这个热线电话 是放在我自己的私人的地方 然后在这三个小时里边呢 一般都是连续不断的有人打进来 经常都说很难打进 就比较受欢迎 真正有点热的感觉 来电呢 到现在为止有400来个电话 最远的地方就是美国 加拿大 比利时这些 国内呢 就有新疆 西藏 那个 内蒙 这些都有 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有 个别情况下呢 是农村的 但是他们往往是离开家乡 到外地去打工的 比方从四川到杭州打工 这样的打工夫妇 两人一起打来 父母呢 一般是听说儿子 或者女儿告诉他自己是同志 然后他没法理解 很震撼 很痛心 很惊慌 然后他就儿子 或者是告诉他说 你打这个热线 他就会打给我 然后我就说 没关系的 我儿子也是个同性恋 他是怎么怎么的 就现身说法给他解释 或者是那个 有一些是偷偷地看了孩子的日记 然后就 不知道该怎么跟儿子沟通 告诉儿子说 其实妈妈知道你的性倾向了 这些 因为他们孩子更小一点 比方是十六七岁这样 这些他会先写信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 跟我沟通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对待 我一般会说 首先你要相信科学 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是科学家 不一定是教育学家 但是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去做实验 那就不可能的 比方你不是医生的 你要相信医生 那你相信科学 就是说世界上那么多人进行过研究 包括很多同性恋者 本身就是医学界的 如果是能改变的话 是病的话 他会把自己病治好 如果是能改变他先把自己给改变了 那既然不行的话 你就相信科学 第一 你坚定地认为他不是病 不是心理病 也不是生理病 第二他不是坏事 如果是坏事的话 国家会有那个整治这些坏人坏事的一些措施 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例 另外他也不是错事 如果是错事 我们国家是最喜欢用组织出面来教育你了 那也没什么可教育的 再一个他不是丑事 至于说有人认为是丑 那是因为传统观念 跟这个有冲突 我们作为子女 向父母说了以后是对你的信任 而父母呢 接受你是从爱的角度 你也可以 因为这个孩子你看着长大的 他不会说因为告诉你 我是个同志就突然间变成跟昨天不是一个人了呀 有很多人也说 老爸您呢 站出来帮我这同志说的话 我帮他家长来解决一些问题 因为你就有亲身体会最舒服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 又怕就应该看见 又怕就应该知道 连续就知道 他自己怎么想 后续我也欣赏 解释这样的话 哎呀 该出来就出来吧 反正尽量他 一旦他们又知道 问他再说吧 就这样的事 当时我老板不知道 我就给孟阳说 我说 要不我开个通知父母这些吧 他说哎呀 老爸您怎么该相信这事呢 他说我过去早就想过 但是我卖给你出 我过去对你打局挺大的 我不敢跟你提这事 他说那样事 他说你就 你就开一拍 他说你最有所服的 而且你都不用变拍 问你怎么说 就你 怎么问你就怎么说就行了 做事就问你 你是怎么还转不开 你就把这个公司讲给他们听就行了 就这样事 就是 那是八月重新吧 那么九月份就开始开通这些 我和张北川老师那朋友就把 他就打上那个广告之后 那个劝贯的 他往上就开始打上了 那时候我就我说那些挺多的 第一个我记得好像是北京港部电台有个采访 第一个采访就是说我们事业做在一起 就是他举播向下举播 这一播送我的天呐 那些把这些就火把就堕了 亲友会呢最主要他就作为国内的第一个 以同志亲友和同志为主体的这么一个群众组织 他就希望能够在同志和父母之间 还有是同志和同志之间 还有亲友和亲友之间架设一种心灵沟通的桥梁 而我们的那个理念就是爱是最美的彩虹 所以我们的心灵沟通的就是靠那个爱 这种爱呢比方我们通过一些活动 就健康的活动 号召那些社会上的各个不同职业 不同阶层的同志们 勇敢地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原先他光知道除了自己是同志 恐怕没有谁 但他一参加活动有几十个 最近有一次搞的差不多一百个人报名 那他看到这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 都很有朝气的很阳光的那样的生活状态 和那个在大职人当中的舒展的心胸 他就很受感染 这是一个就是同志的自我认同 还有一个就是让这些家长尽可能地 在孩子们的鼓励下一起报名一起参加 好像最近这一次活动就有五个家长 其中有两夫妇跟孩子一起来的 这样的一种氛围是让家长感觉到不孤单 他说原来我的孩子有这么多人做 那我就放心了 让他跟你们这样的人在一起 我就放心了 我觉得出柜要看家庭 有的父母可能根本不能接受 那么你就不能特别直接地去告诉他 我是同志恋 但是有的父母会在你没有告诉他情况下 他就可能知道你有可能这样 要因家庭而异 想成功地出柜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父母 看他们是否有接受能力 而且还要看时机 不是很冲动出柜 其实有的时候很失败的 所以出柜这件事还是挺严肃 挺需要一个策划的 我自己个人不觉得有多少压力 但是我最失望的 就是说我做了工作以后 觉得还没有很大收获 而让我觉得痛心的 就是有一些同志 他再三再三地说 他不敢向父母说 然后他用了无数的理由来告诉你说 他不行不行不行 那有时候我就真的会很生气地 以长辈的身份批评他们 我就说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又说父母没关系 又说父母年纪大 身体差或者什么 那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呢 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去面对这些现实 你自己要想办法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一辈子就不用 不用再考虑做一个真实的自我了 我不是要求你每一个人都同步的 马上用同样的方式来出柜 你这一辈子就能够帮助你